我们就先告辞了 幸好我刚才没把心理的想法说出来 不然可就太丢人了 齐南大哥 既然他们已经走了 我们就继续吧 秋红 你接取的任务具体是什么情况 一共有三个任务 我还没有确定要接取哪一个 齐南大哥正好也一起看看吧 龙玄令 好一个龙玄令 居然这么快就踏入了地先之境 齐南大哥想选哪个任务啊 那就选第一个任务吧 现在去找龙玄令不够明智 不如去看看南世先王 是不是南天门背后的那位盖世霸主 齐南大哥 这个任务还需要三天时间筹备 这三天啊 你就先留在寂静古城吧 这没预见 就给齐南大哥吧 里面有我为你准备的惊喜 什么惊喜 等你回了暂居的客栈再看吧 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 对着我就是一副油烟不尽的模样 转逃去的齐南大仙殷勤 秋红哥哥到底怎么回事 让我来看看 秋红说的惊喜到底是什么 那 神家伙胆子可真大 温道之法 可是一个无上道理的核心所在 他居然把穷与太荒宗的温道之法传给了我 下次见面 你得提醒他一下 不能让他继续这么干了 以防万一还是先布下结界吧 就算不修炼这门温道之法 见识一下也是好的 天地之大穷起一生不可亏也 天下众生万般之法皆为虚妄 武道之中不成道境 任其修为再高力量再强 也为一介凡人望谈修行 原来这就是温道之法 不愧是温道之法 这穷与太荒真经蕴含的奥秘 真是太惊人了 发生什么事了 该不会是我在感悟时 力量万泄了吧 还好提前布置了结界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 看来在我感悟穷与太荒真经时 我的肉体就自主修炼起来了 也罢 事已至此 求修炼此道吧 成功奴戈穷与太荒之意 就算迈出了第一步 离开这儿了 这什么意志 凌你还不配做他的大盗 消失了 消失了 我的身体 竟然在阻止我修炼穷与太荒真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或许 等到生仙之后 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殿家 实在抱歉 多出的现实 就作为我不慎破坏房间的补偿吧 欢迎客官下次光临啊 久等了 也没有很久 秦南大哥 我们出发吧 好 秦南大哥 你已经掌握那个了吧 我还没说你呢 你倒是主动提起来了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做事了 只要是为了秦南大哥 活出性命也无妨 反正 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给的 你呀 也罢 你既以真心待我 那么只要有我在 就绝不会让你陨落 前方便是男士先王的先服到地 万丈天远 看起来等级非常森严啊 确实如此 我们下去吧 应该有人在山门等候了 秋风道友 欢迎光临 此次收演兵客众多 师祖不能亲自相议 万万海寒 无妨 带我去下榻的地方吧 请跟我来吧 这里的雾气 似乎带着奇特的力量 此乃万丈天狱特有的天狱之气 与青盛之气不同 天狱之气 具备十分强大的空间意志 可以助人领悟空间力量 原来如此 到了 就是这里 两位若是没有其他事 我便先告辞了 好 麻烦你了 啊 阴静之子罢了 这处处不错啊 如此浓厚的天狱之气 不好好修炼实在是浪费 英雄所见略同 那我们就各自回放修炼吧 好 摄影开始之前 我会提醒你的 秦南大哥 屋顶之人的船人 派人送来了行铁 好饿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不 不可能 你已经和凡人无敌 不不 让我一别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 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 都开不了的人 竟然还会存在我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断骨机会 第五成量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几岁 真的 你让他九层六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王居 赵兵 李清禾 秦家血仲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 协尘 秦宇 你 血尾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想你的能乱吧 请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暴力 辱罗头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每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他人走 他人家里有冒险 我们出的票了 初音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冲军 先要苦起兴致 劳起精力 现在够了吧 你没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袖子 选一把 这是世上最强的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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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